女人被五花大绑掉在半空 八十岁老头剪开她的裤子 拿出吸管抽取 满满一管她的徒子徒孙 里面甚至还有几根不明的碎毛 女人双眼瞳孔放大 任凭女人拼命挣扎 老头都无动于衷 表示只要能给她传宗接代 就可以放她走 随后用力掰开女人的双腿 将那根吸管对准了她的身体 静止的就插了进去 女人顿感天旋地转 不知天地为何物 后悔当初怎么就挑了这家来抢劫 女人名叫简 和另外两个男的组成了一个盗贼团伙 这天他们得知有个独居的退伍老兵 女儿被副家女撞死了 获赔了三十万美金 这笔钱如果到手 足够捡带着妹妹去往新的城市了 到了深夜周围一片寂静 众人来到老人屋前 为了搞定门前的那条大黑狗 胡子男巷里面扔了一根被下了药的香肠 大黑狗吃了后 很快就睡着了 但开锁时发现门上竟然装了四把锁 看来退伍老兵的警惕性还是很高 于是三人只能来到侧门想办法进去 简打破了天窗钻了进去 在大厅里看见了老头为自己女儿摆放的照片 看来老头对自己女儿的思念从未停止 三人小心翼翼地进屋 为了不发出脚步声 在门口就脱掉了鞋子 分头行动寻找那笔和解精 胡子男肆无忌惮地打开走廊的灯 悄悄溜进老头的卧室 里面正播放着老头女儿小时候可爱的录像 一旁的老头正安静地躺在床上睡觉 保险起见 胡子男还是打算用迷奥迷晕老头 可能是听见了响动 熟睡的老头突然坐起了身 似乎在黑暗中搜寻着什么 胡子男不敢轻举妄动 静静地等待老头下一步的动作 还好老头只是起身关了电视 转头又睡下了 胡子男不敢逗留 放下迷奥捂着口鼻 轻轻退了出去 楼下的三人被一道上锁的大门吸引了注意力 认为那笔钱一定在这道门后 胡子男拿出撬步 无论使出多大的力气 这把锁都纹丝不动 胡子男没了耐心 从包里掏出一把手枪 一枪就打开了门锁 小寸头胆小怕事 认为鞋枪入室抢劫被抓到判刑就大了 一声不吭的就走了 可等胡子男就要开门时 老头竟突然站在一旁的角落 剪下的呆若木鸡 胡子男示意剪不要发出声音 对着老头说他自己喝醉了酒 不小心走到老头的房里 自己立马就走 但老头踩到地上的门栓时 意识到这人是来偷东西的 胡子男健壮 知道自己已经暴露了 索性就不装了 用枪对着老头 威胁他不要轻举妄动 可老头举起手做出投降姿势 一点一点地向胡子男靠近 然后瞬间夺过他的枪 将他死死按在墙上 被掐住脖子的胡子男 嘴里哀嚎着请求老头放过自己 老头低头询问胡子男 胡子男看了一眼身旁的剪 表示只有自己一人 老头稍微放松了一点手里的力度 可没等胡子男喘口气 老头直接一枪打穿了胡子男的喉咙 胡子男阴声倒地 看见这一幕的剪惊恐万分 赶紧躲到身后的衣柜中 门外听见枪响的小寸头又返回了屋里 打算查看情况 昏暗狭窄地过道 老头迎面走来 小寸头赶忙贴紧墙壁 避免被老头发现 他看到老头重新把大门死死锁上 剪此时给小寸头发短信 告诉了他胡子男的死讯 而自己也被困在了里面 正当剪尝试逃脱时 老头再次摸索着来到衣柜里 吓得剪捂住了嘴 只见老头将杂物挪到一边 墙壁上出现了一道暗格 里面就是老头的保险箱 输入密码打开后 摸了摸里面的现金 安心地锁上保险箱就走了 这一幕刚好被躲在一旁的剪看见 小寸头捏手捏脚找到剪打算带他出去 可剪示意他不要说话 上前凭借着记忆打开了保险箱 抱着贼不走空的心理 把一落落的现金装进包里 两人正准备离开时 老头在屋内准备将尸体处理掉 小寸头见状慢慢后退 却不小心踩到了坏掉的地板 老头听见后用枪开始扫尸四周 简他们都平住呼吸不敢发出一丝声音 就在老头慢慢放下枪的时候 地上胡子男的手机突然响起 老头一枪打了过去 吓得简差点摔倒 老头发现那是手机后 继续拖着尸体往门外走去 俩人趁机顺着梯子来到地下室 想找出口 上面的老头却闻到空气中 有一股奇怪的味道 发现了门口竟然有三双鞋子 老头也知道了屋内还有其他人 老头神色匆匆地打开了保险箱 这才发现里面的钱早已不翼而飞 开始怒火攻心 地下室的俩人借着微弱的灯光 摸索着打开了一盏灯 可一个被交代封住嘴女人 向简扑了过来 差点把她吓死 被束缚的女人跪下来 不停哀求着她们带自己离开 指着一张报纸碎片 告诉简自己就是撞死老头女儿的那个富家女 小寸头现在可不想管这事 出去后再报警解救这个女人 可是这时女人一个劲地指着保险箱的方向 嘴里不停嘟囔着什么 简立马理解了女人的意思 打开了保险箱 从中取出了一串钥匙 解救下女人后 搀扶着虚弱的她 就赶到通往外面的出口 可正当小寸头打开门后 门外的老头早已等候多时 老头一声枪响 贴着小寸头的耳朵就擦了过去 紧接着老头对着下面又胡乱开了几枪 简她们倒是没啥事 可那个女人却不幸被乱枪击中 倒地身亡 老头顺着台阶来到下面 当她发现地上的尸体是那个女人时 顿时悲痛万分 似乎死去的是她的女儿一样 老头这下怒气直完全拉满 将门锁倒坏 还拉下了电闸 地下室里伸手不见五指 这里依然是老头的战场 没有老头敏锐的听觉 简俩人才像真瞎子一样 在黑暗中到处乱转 老头利用自己的听觉开始追踪他们的位置 小寸头仅仅只是叫了一下简的名字 就被老头发现 一只大手死死掐住了他的脖子 小寸头推倒货架才勉强正拖出来 俩人一阵摸索才终于到了上面 还没等俩人喘口气 就发现之前那只被迷晕的大黑狗 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们 没等简打开门 大黑狗就向他们扑了过去 俩人只好拼命地往楼上跑 将门用衣柜堵上后 他俩也被困在房间里了 还在想办法时 老头已经端着着枪来到了门口 墙上的一个通风口 此时是他们唯一的出路 小寸头让简先爬上去 他来电后 简头也不回地就往里爬 此时老头一把将门撞开 大黑狗顺势冲了进来 将小寸头扑到窗外 摔在了玻璃天花板上昏迷不醒 而底下的玻璃正一点一点地裂开 这时小寸头从昏迷中醒来 他尝试性地撑起身体 可是没想到老头正举着枪 对着他的位置开了一枪 重重地摔到了厨房里 老头兵跪神速 举着枪就又杀了过来 小寸头赶紧躲回厨房 不小心将之前胡子男的尸体 给掉了出来 发现他位置的老头 冲到里面和小寸头扭打在了一起 可一个小毛贼 哪是退伍特种兵的对手 老头把小寸头按在地上不停摩擦 小寸头快要奄奄一息时 老头拿出一把大剪刀 就结果了他 而另一边剪从掉落的井底醒来 拖着受伤的身体匍匐前行 但就在他快到出口时 一只大手突然出现 又将剪拽了回去 老头对着他打了没几下 就再次晕了过去 当剪再次睁开眼时 他发现自己像之前地下室的女人一样 被反手绑在了床上 他请求老头放过他 出去之后会保守秘密 可黑暗中的老头 却告诉剪他什么都不懂 原来傅家女已经怀了孕 被老头囚禁在地下室中等孩子生下来 任凭剪如何挣扎 似乎也无法摆脱即将受孕的命运 就在此时 没死的小寸头带着锤子及时赶到 一锤将老头打翻在地 给剪松了绑 将失去威胁的老头烤在墙上 原来刚才老头的剪刀 并没有扎在他身上 而是碰巧插在了一旁 胡子男的尸体上 小寸头也是大难不死 差点被当作培养敏的剪 对着老头就是一顿狂揍 让你尝尝自己忘在牛奶的味道 小寸头让他出了几口气后 赶紧就要带着他离开这不祥之地 老头也肯定不会报警 他自己就是个绑架犯 这笔钱就当他俩的封口费 经过这惊心动魄的一夜 他们已经精疲力尽 以为就要看到黎明的曙光时 利用备份钥匙开锁的老头 突然从后面出现 一枪射穿了小寸头的喉咙 剪惊恐万分顾步地多想 立马跑出门外几百米远 还不忘回头抵扫头 但那条大黑狗可不管你这些 剪一路狂奔 躲到了户外的车中 把狗子关在外面 但装着钱的背包却落在了外面 剪只好设计引诱 大黑狗钻进了后备箱 把他关在了车内 正当剪拿着背包 以为一切尘埃落定后 这阴魂不散的老头 还是追了上来 将剪一路拖回了屋内 绝望的剪心想这下彻底没救了 可当他看到小寸头手中的警报气候 他豁了出去 暗响了警报 刺耳的警报声一下下 钻进老头的耳堆 开始对着房里乱射 而剪也顺势捡起地上的铁锤 重重地打在了他的头上 将老头锤到地下室里 而老头手中的枪 则不小心走火击中了腰部 这下是肯定在活过来了 剪拿起背包慌忙逃离了现场 警车也后脚赶到 带着巨款准备和妹妹 供赴新城市的剪 在后机厅的电视 看到了难以置信的新闻 那老头依然生龙活虎 甚至谎称 窃贼没有偷走任何东西 看着新闻的剪 心中五味杂陈 希望这辈子 不会再回到这个噩梦般的小镇